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 开始今天的课程之前 我们先来探讨一个大家都不理解的话题 那就是散户在股市究竟能不能赚钱 我们经常听到股神也好,牛伞也罢 那它们究竟存在不存在呢 是不是都是吹出来的呢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有一个话题我们就没有办法绕开 那就是准确率 大家都知道我们买股票 谁都没有办法做到百分之百的胜率 巴菲特也不行 很多老股民买股票 如果单从买入股票的数量上 买入就涨的股票达到百分之六十 绝对不难 但是到了最后都还是亏钱的 这是为什么呢 大家思考过没有 我们一起来算一个账 如果你买股票的成功率是百分之六十 也就是说你买一百次股票 有六十次是获利的 四十次是亏损的 如果你把止盈和止损都设置在百分之十 那么一百次过后 你的收益率就是百分之三百五 也就是本金的三点五倍 那么讲到这里啊 大家有没有发现问题 我们买股票真正亏钱 不是亏在了买错上 是亏在了卖错了 涨了没有卖 想等涨更多 最后变成亏损 亏了不敢搁 等着涨回来 结果越亏越多 所以我们就假设一下 如果你是一个有一定股票基础的人 去买一只股票 当然了 你不能是闭着眼睛瞎买那种啊 还是要有思路和逻辑 然后呢 你机械式的执行 止损和止盈都设置在百分之三 或者百分之五 坚持一年 那么到后面啊 你再去看看你的账户 是赚还是亏 那么结果呢 可能会出乎你的意料 那我们回头再看看 我们前面的话题啊 股神牛伞一定是存在的 只是多数人做不到而已 买股票靠方法 卖股票靠新性 我这样总结 有没有毛病 所以说啊 我们散户要做的就是 打基础 练好基本功 如果能够克服 贪多 怕亏的新性啊 那么下一个牛伞 可能就是你 好 今天的闲话呢 多说了几句啊 我们下面开始 我们今天的正题啊 今天呢 我们还是应大家要求啊 讲一些盘中选股的技巧 我在前面呢 也有给大家讲过一期 尾盘选股的方法 很多朋友啊 觉得步骤有点多 还要看大盘属性 选出来还要看形态 有点不好接收 那么今天呢 咱们讲一个 不用参考那么多的 选出来的股票 直接能用的战法 咱们今天再讲一个 尾盘选股技巧 还是隔日套现风格的 超短实战技巧 没有给老师点关注的朋友啊 点点关注 老师带给你们的啊 都是最硬核的 股市生存法则 你们的点赞支持啊 就是我坚持的动力 好 大家都知道啊 在我们A股啊 有两个时间点 参与的人数最活跃 一个是早上的九点半 另一个就是尾盘的 下午两点半 那么在目前的这种 震荡结构的行情下啊 特别是高开低走的形式下 尾盘选股啊 会最为合适 而且主力游资啊 都会为了第二天早盘吃肉 而提前做好潜伏 在此啊 股民朋友们 可以多关注 尾盘出现 放量急速上涨的 第二天呢 都会惯性的冲高 T加1吃肉啊 简简单单 好 我们时间定格在尾盘啊 也就是下午的两点半 我们先说我们的第一个条件啊 换手率 我们要求啊 我们选的股票 换手率在5%到10% 因为啊 低于5%的股票啊 股性太差 不够活跃 而高于10%的呢 它分歧比较大 风险也比较高 不适用于我们这个战法啊 所以我们选股票的时候 只选在5%和10%换手率的股票 好 我说第二个啊 我们从换手率符合要求的这些股票里啊 选择涨幅在3%到5%的股票呢 全部加入自选股 别问我是为啥啊 就是因为这个涨幅 既安全 又不缺乏吸引力 我说第三个啊 我们看流通市值 我们选择的是啊 流通市值在50亿到200亿的股票 流通市值大于200亿的股票呢 因为盘子太大 不好拉升 而盘子太小的股票呢 又波动太大 风险太高 所以我们都不去选择 好 我们看我们最后一个条件啊 就是量比 我们一直在强调量比啊 量比最能体现一只股票 近期的资金关注度 所以我们量比小于一的啊 我们不去看 量比小的股票全天弱势 第二天冲高 没有可能 好 那我们说完这四个条件啊 我们在尾盘啊 就可以按照这些条件 来选出我们的股票 那么怎么去选啊 我们一个一个的去加字选 去删除啊 这样太笨了 等你弄完啊 基本都散事了 所以啊 我们还是用智能选股 好 我们打开我们的炒股软件啊 我们还是用到选股器啊 这里啊 好 选股 这里有个问财选项啊 我们点击问财选项 我们需要在这里输入啊 换手率5%到10% 涨幅3%到5% 流通市值50亿到100亿 量比大于1 大家不要看我这里啊 我这里输入了一个14.30啊 就是因为我要看一下今天14.30的时候啊 数据是怎么样的 方便给大家实战讲解 你们输入的时候啊 要把14.30去掉啊 等一下具体的指标内容啊 我会打在屏幕上 好 我们看到啊 在14.30的时候啊 我们利用我们的这些条件啊 筛选出了这6只股票 对不对 我们在序号这里啊 点击一下 把它们全部都加入自选股啊 好 添加自选股成功 好 我们看到啊 我们选出了这6只股票 对不对 这个时候啊 不是说这6只股票就可以直接买了 我们还有最后一步啊 我们打开股票的分时图啊 我们在这里啊 需要插入一个内容啊 那就是把大盘的分时走势插进来啊 我们鼠标点到空白的地方 我们右键点击啊 这里有个叠加品种 看到没有 叠加指定品种 我们点击一下 我们把上证指数点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就插掉这个界面啊 我们看到啊 屏幕里就多出了一条蓝色的线 对不对 这条蓝色的线啊 就是当天大盘的分时走势图 我们把大盘的分时走势设置好啊 我们要求啊 我们选择的股票啊 分时走势 全天都要强于大盘走势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股票 这条白线啊 全天都要在这条蓝线之上啊 这也就是我们前面说 不用考虑大盘走势的根本原因啊 我们在这里一起参考了 其次啊 我们要求在尾盘 也就是14.30之后啊 要出现放量拉升 要突破当天前面的最高价 有均线支撑是最好的 也就是说有这条黄线的支撑是最好的 那么满足以上这几个条件啊 到了14.45分之后啊 或者14.50 我们就可以买股票了 第二天冲钢呢 我们就可以跑 好 那么下面我们就看看 我们选出的六支股票了啊 这是第一支股票 我们看一下 走势是强于大盘 但是在尾盘啊 我们看到还是下行的啊 这个走势不是特别好 我们不去看他 第二支股票在尾盘 走势还是相对于好一点 但是啊 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没有突破当天前面的新高啊 第二个是啊 在尾盘 还是出现了这个股价往下走啊 也是不利于我们这个战法啊 我们看一下第三个啊 第三个的话 没有全天强于大盘啊 好 我们再看第四个 第四个这个走势还是不是特别好啊 没有突破前面的新高 我们看一下第五个 第五个走势啊 虽然全天强于大盘啊 但是他的尾盘呢 还是没有突破前面的新高啊 看一下第六个 第六个走势从 四点半往后啊 还是往下走的 所以说走势也不是特别好啊 也没有突破前面的新高 所以说啊 今天这六支股票啊 形态都不是特别好 所以说 我们今天啊 没有选到我们想要的股票 但是今天重点是教会大家这个方法 尤其是在你平时选股票 没有思路的时候啊 做个参考 好的 今天这个内容啊 咱们就讲到这里了啊 听完的朋友啊 点赞支持一下 万分感谢啊 好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观看